我胖的時候是可以到70幾的 怎麼可能70幾 真的 然後男生 就我男生的朋友 他們到後來都變得很好的朋友 他們就跟我講說 其實以前我們在很好的那時候 我們其實是對妳都還滿喜歡 但是就是跨越不出去 因為覺得妳太快 就真的很快 然後我就 聽到這會傷心嗎 當然會 因為其實中間我有努力的瘦過 然後有變得很瘦的骨蓋 可是又被那時候的男朋友嫌太瘦 臉很凹 臉一凹就有刻薄臉 所以妳到底是要肥還是要瘦 這是肥也不行 然後瘦也不行就真的很難搞 我跟你講 其實我後來有想清楚 男生只是為了要打槍我 所以找那麼多藉口 是喔 這都是藉口 他們只是想打槍我而已 沒那麼愛 小蕾呢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 算是認清這些事實 所以要覺得自己要對自己好一點 所以我賺的錢我就會想說 我要好賞自己 投資自己 買一些好一點的鞋 好一點的包包 這一類的 但是我現在因為真的三年沒有交男朋友 你覺得是被名牌害的 不是 我不知道算不算 因為可能他會follow你IG或什麼 你用的穿的都滿講究的 會不會是這樣 對 其實是有 因為我之前 就是因為太久沒交男朋友了 所以太多人都想要幫我介紹對象 然後可是因為很久沒交 你就會有點忘記那個 跟男生約會的時候 你應該要是怎麼樣 那我是有在一個聚會的場合 認識一個男生 然後就覺得還不錯 那他私底下聯絡 他也約我就是兩個人出來看電影這樣 然後就跟我姐妹們講說 他約我看電影 然後大家就說 那你一定要認真打扮 就是你要把最好的行頭都在在身上 然後我就還特地 跟我的好姐妹借著這個包 艾瑪絲 艾瑪絲 然後我就想說我要就是這樣 然後鞋子也要就是穿比較好的 然後就是跟他去看起來比較女人 光看包那個男生應該就 會嚇到 會嚇死嗎 會嚇死嗎 對 男生哪看他懂 剛好懂的話就會 但是我真的那次看完電影之後 他就再也不跟我聯絡了 會怕 他是不是覺得你花費很大 對 我後來輾轉聽到他就說 他覺得感覺我很難養 對 我覺得是不是都是 你的姻緣沒了都是你姊妹害的 真的嗎 就是要換姊妹 亂出主意 對 亂出主意 然後之前又是他會強的 所以我的重點應該是要換姊妹 換朋友 你等一下跟那個小蕾留個電話 他很需要跟你出去 我會給你對的建議 我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很莫名的因素就是這個 什麼意思 對 因為就是知道我的人都應該知道 我爸爸是軍人 他爸爸是將軍 對 以前可能年輕一點的時候 大家就會 男生聽到說 你爸爸是軍人 他們就覺得好像跟你很有話 而且將軍的女兒 可以聊 可是聊一聊剛開始很開心 一直到問到說 那你爸是什麼軍階 然後一講是中將的時候 他們整個就躲大這樣子 就會再也不敢跟你多聊 因為他會很怕惹到將軍的女兒 會怎麼樣 然後甚至有一次 以前也是有男生的朋友 那時候都還是朋友 然後來家裡玩 然後他只知道家裡的 爸爸是軍人什麼的 但是後來來到家裡 看到擺在那邊 有很多家裡家族的相片 就我爸穿軍服的那種相片 然後他一看又是兩顆心 他整個立刻就 然後他坐成這樣 坐著這樣 坐著 然後後來中間就是吃飯的時候 就很端坐著在那邊吃飯 吃飯的中間他還離席到廁所去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哭出來了 過了一會兒我出來 我發現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進去裡頭 抹頭髮 就用水這樣一旁邊 抹著整齊一點 乾淨一點 飛官的風格 對 然後回來再繼續坐著 然後繼續這樣吃飯 所以就會很多的男生都很創 會創 但是我要宣布 也不用宣布 其實已經很舊以前的事情了 我爸應該已經 退伍應該也超過10年了 所以現在我們家就 老榮明 應該是吧 應該不是進去 可是妳絕對會是阻礙 多多少少 尤其可能當時 對年輕一點的男生 那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對 年輕男生喜歡臭嘴 所以喜歡當時宴當兵怎麼樣 對 可是一看聽到是中價 會創 男生真的是創 這樣超大的 很少 台灣中將大概就屈指可數 真的 真的 上校就已經是可以管整個營區的指揮部 是很難看到將軍在營區裡 他們都是在總部的 他附近是非常高的管機 我們自己女生女兒不會有感覺 我們都懂 對 男生的人就是很可怕 對 今天聽到 TOP10 我覺得 當然不是說女生一定要檢討什麼 說自己很重要 但這可以參考 妳覺得可以參考 有一些可以參考 有一些就不用管這些挑選 有一些 也是 妳們都覺得 姐姐相太漂亮 妳們也沒有辦法 長太高也沒辦法 你們太狂了吧 What's that 我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現在如果單身的話 男生正好在圈裡 這些有一些可能一開始比較 太沒心очку 慢慢來 但是我覺得男生也應該 要多一點自信 對 比較久 再 geh讓那個分享 謝謝